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天怒 北京最大暴雨原因找到了 都是中共幹的蠢事 接著是綜合報導 雄安新區亦被洪水覆蓋 京津易連降暴雨 百萬人疏散 民眾懷疑傷亡人數 習整肅 敲換東部戰區政委 學者分析 火箭軍將再大清洗 上半年統計 中國至少702名法輪功學員遭原判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8月2號 星期三 歡迎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天怒 北京最大暴雨原因找到了 都是中共幹的蠢事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颱風杜蘇瑞近日為中國華北地區帶來連續強降雨 其中北京多地嚴重淹水 洪水湍急橋樑被沖回 北京在2012年也曾發生一次因持續強降雨天氣而引發的水災 一天之內的降雨量達到190.3毫米 被稱為中共奪取政權以來最大暴雨和水災 當時的受災民眾超過160萬 但是北京市政當局表示 近日來的強降雨天氣所造成的災害 已經超過了2012年的721水災程度 而就在幾天前 號稱黨管一切的中共 剛剛幹了一件蠢事 把鬥爭的目標對準了上天 7月28日 大學生運動會開幕式上 人們驚詐於成都當天的萬里無雲 因為幾天前 當地還是陰雨綿綿 中共喉舌也藉機進行宣傳神話中共 然而 有網友爆料稱 這是人工干預的結果 並曬出了成都市氣象局採購人雨彈 火箭彈干預下雨的項目清單 總花費為486.3萬元 網友稱 某公司共投入了作業飛機5架 針對開幕式所在的成都東安湖體育中心 和閉幕式所在的成都鳳凰山露田音樂公園 半徑20公里保護區內 可能出現的降雨 提前開展人工影響天氣作業 然而 藐視天地自然的中共 萬萬沒有想到 僅僅在一天之後 大暴雨在北京傾盆而下 據報導 7月29日夜間開始 北京地區出現大暴雨 西南部特大暴雨 北京市水務局發布消息稱 29日80至31日16時 北京市內地表水3.90億立方米 地下水6.31億立方米 令當地災情雪上加霜的 除了中共無知狂傲的戰天鬥地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還有其不堪一擊的城市排水系統 北京居民翟炎民8月1日對美國之音表示 整個門頭溝水電煤氣全停了 而且沒有無線通訊信號水流太大 只要是家門口停了車都會全部給沖走 所有的道路都變成不叫河流 而是激流 翟炎民說 最起碼你應該有排洪的臨時措施 門頭溝一直在搞形象工程 不重視這些排洪防洪措施 只要一點點雨就把它們給沖垮了 他們當局不重視硬件措施 而只重視給自己臉上貼金 法國文豪雨果說過 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 這場暴雨令北京城市排水系統的千瘡百孔暴露無遺 也讓中共政府的形象工程陷了原形 雄安新區亦被洪水覆蓋 京津義連降暴雨百萬人疏散 民眾懷疑傷亡人數 北京天津及河北等地連場暴雨造成數十萬人受災 超過100萬人緊急疏散 但眾多居民並未見到救援隊伍 北京防山區居民李女士 本週三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說 網上已經有不少視頻 有人被水淹沒了 有車被水沖走了 很嚴重 我們這裡的中國聯同和中國電信的基站被淹了 就我用的中國移動還有一點信號 防山居民劉女士說 當地許多村子被水淹甚至沖走 他批評政府隱瞞傷亡人數 昨天一個親戚在門頭溝附近山區 連房子都淹沒了 政府報11人喪命 不可能 我估計人都沒了 平房全淹了 我們這裡小青河橋坍塌 還有永定橋也塌方了 那車呼呼地往河裡掉 太嚇人 我們這兒的交通全斷了 出不了門 你就不知道咱們中國有透明度嗎? 網民上傳的視頻顯示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停機坪已被水覆蓋 多輛客機的輪子一半泡在水裡 無法起飛 網民留言寫道 兩年前才建成的北京大興國際機場 今天變成了人工湖 這就是中國的極簡狂魔 世界笑話 河北雄安新區堪稱可抵禦200年一遇的洪水 但亦被洪水覆蓋 在海外推特平臺 有網友上傳視頻 稱 雄安被水淹的場景 雄安新區最新景觀啟動 暴突權 雄安分泉 水連洞 雄安分洞開始噴水 千年大忌迎來了最新考驗 大家看看這幾萬億是怎麼搭水漂的 因為被稱為習近平千年大忌的雄安 是華北海拔最低洼的地方 歷史上 雄安一帶就水患猖獗 安新縣因為緊鄰百陽殿 有十年久落之稱 習整肅 敲換東部戰區政委 學者表示 火箭軍將再大清洗 最近 火箭軍高層發生大地震 習近平整肅軍隊的動作頻頻 除了火箭軍司令政委全部撤換 東部戰區政委也悄悄換人 中共黨媒《新華日報》8月1日報導 7月31日 江蘇省八一軍政座談會舉行 東部戰區司令員林向陽 政治委員劉青松和江蘇省委書記信長興 省長許坤林等軍政領導出席座談會共商發展 這是公開報導中 劉青松首次以東部戰區政委的身份亮相 他此前是北部戰區政委 劉青松曾擔任東部戰區副政委兼東部戰區海軍政委 2022年1月 他以北部戰區政委的身份晉升上將 如今又轉任東部戰區政委 在東部戰區政委換人之前 火箭軍二軍頭被換 7月31日 習近平晉升了兩名上將 分別是火箭軍司令員王厚斌 火箭軍政治委員徐熙勝 王厚斌來自海軍 原是海軍副司令員 徐熙勝來自空軍 2017年任南部戰區副政委兼戰區空軍政委 軍事評論員楊威在大紀元撰文指出 這二人軍事跨軍種調任 表明火箭軍軍官仍然不被習近平信任 8月1日 美國國務院前首席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 在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一起中國內幕節目中表示 中共8.1前 火箭軍換人是中共軍隊內部的一場政治地震 按慣例 火箭軍內部的指揮系統將再次進行大規模清洗 余茂春分析 中共火箭軍內部似乎發生了很多事情 最新的重大事態發展 證實了所有謠言都是真實的 可以想像他們的首要任務就是清除李玉超手下的所有高級軍官 余茂春表示 習近平此舉是毫不客氣地解除了李玉超擔任中共戰略部隊最高指揮的職務 余茂春認為 訓練和技能不是中共軍隊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對他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上的政治忠誠 這也是中共在軍隊現代化建設中一直存在一個深刻的且無法解決的困境 上半年統計 中國至少702名法輪功學員遭冤判 明慧網報導 今年上半年獲知至少702名法輪功學員遭中共非法判刑 其中2023年有356人 其中346人是在2014年至2022年間被非法判刑的 這些遭冤判的案例分布於中國大陸27個省 自治區 直轄市 其中包括53名社會精英 他們中有畫家 高級工程師 教師 企業家 設計師等 60歲以上的老年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判刑的有189人 最高年齡為88歲 中共法庭非法罰金2646942元人民幣 警察敲詐勒索284300元 2023年6月12日 上海法輪功學員何兵剛及其未婚妻張一博兩人分別被非法判刑 6年5年均被罰款5萬元 何兵剛46歲 是位優秀的軟件工程師 曾獲全國發明獎銀獎 他開始修煉法輪功時 正在讀研 卻被復旦大學強制修學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新聞視頻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暗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鼓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